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恋情被爬 两人早已同居 网友,速度太快了 迪丽热巴当红小蛋也是遇到了很好的老板 杨幂一直提供最好资源 当然更少不了热巴自己的努力 提起热巴相信大多数都知道 热巴作为娱乐圈中的小花蛋之一 自从赵丽颖选择西影半年后 迪丽热巴可谓是开启了罢评模式 作为实力派演员的热巴演技各方面都十分完美 所以近些年名气是越来越大 甚至有超越赵丽颖的趋势 特别是她成名之后没有去耍所谓的大牌 而是跟着刚出道时一样随和 也正是如此热巴才深受网友粉丝们的喜爱 如今热巴的微博粉丝量已经将近5000万 如今热巴才算是真正走入观众们的心中 热巴拥有如今的成绩有个人功不可没 热巴的粉丝们就知道 她就是热巴老板杨幂 咱们都知道热巴从签约加行后 发展得顺风顺水 就连资源也多了起来 更何况她还是加行力棒的艺人 还别说近日有消息趁热巴已经和陈伟霆相恋属悦了 甚至还有网友说热巴和陈伟霆的同居 不过这消息只要是正常人都知道是假的 毕竟陈伟霆和热巴曾经都出来回应过则消息 说他们之间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小编知道大家为了热巴的感情快操碎了心 但是真的喜欢热巴的话是不会让热巴难堪的 再说了当事人都没有操心 咱们也不用这么着急 如今热巴的事业也是刚好在上升期 不可能随随便便就公开谈恋爱 大图模式 迪丽热巴公布理想型的男朋友 陆涵不符合 陈伟霆很符合 迪丽热巴和陈伟霆绯闻不断 是不是已经在一起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